今天已經是我們在家被隔離的第32天 收到居爾貴的信息 我們這一次可能又喜提了14天 Hello 大家好 我想大家其實對於上海其實也是蠻關心的 那我今天來講一下上海疫情大概會是一個怎樣的狀況 從3月份開始就是小區陸陸續續的會有一些 封鎖就有時候你可能一覺醒來這個小區他就被封了 因為其實上海這個疫情也延燒了蠻久 那家裡有一直會有備一些速動食物也不至於會說餓到啦 外賣部分的話基本上還是叫得到外賣 外賣的速度也是蠻快的 也不存在說買不到的問題啦 在網上之前有提到說有搶菜的一個狀況發生 我是沒有看到啦 但確實這一波的普通普西的封鎖前 你去超市或者是去一些賣場的話 其實蔬菜 基本上全都被掃空了 但是並不會說 你完全買不到食物 你可能說買不到蔬菜 但食物是我覺得應該還是沒有問題 這社區還蠻好的 給那些老年人 就是不太會操作手機的一些 老年人 有給他們派發一些食物 其實給過我們三次的物資 都非常的多 有蔬菜 有雞肉 有豬肉 不惜要封鎖的前幾天 我們到超市去搶了蠻多的物資 然後阿偉也是每天在線上 刷那個山姆啊 刷那個丁東買菜啊 其實家裡備了蠻多的東西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還算是充裕 其實居家模式 我覺得對於工作上來說的話 就可能會提高一些溝通的成本 說因為我本身是做IT業的 供應商他們可能不是在上海 因為平時 其實我跟他們開會 也是只是在線上 對工作的影響不會太大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疫情蠻不方便的一個點 其實 這一次普希的一個封鎖 我們所有的人都是不可以 出家門的 除非是你去丟垃圾的時候 才可以出家門 那包括 你不可以出去 遛寵物 我們還是要 配合 防疫 所以呢 我們在封鎖前 我們在外面就是說 拿了很多的葉子回來 然後鋪在他的尿墊上面 這樣可以 營造一個 稍微比較自然一點的環境 讓他可以傷得出來 然後是忍了兩三天之後 終於 其實你說隔離 都是缺點 我覺得也還好 其實也有其中的優點 就比如說 大家可以把通勤的時間省掉 像我平時 因為我家住在松江這邊 那我去徐家會工作 可能路上通勤來回的話 需要一個半小時 那我一個半小時 每天我都可以省下來 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可以多一點 陪伴家人的時間 可以多一點 跟家人的一些互動啊 為太太準備一餐晚餐啊 或者是 中午的時候 可以做一下家事 這樣子 疫情之前 其實 並不會關注到說 我今天蔬菜吃太少了 或怎樣 因為蔬菜現在在線上 是一種奢侈品的一樣的存在 如果有菜的話 你就會 覺得吃起來會特別香 這樣子 我發現疫情之後 就很少運動 那平時 至少通勤的時候 你會走路啊 或者是 中午跟同事吃飯啊 那就出去走一走 同事會相約去運動啊 那現在就不太會 因為都待在家裡面 人就會懶掉 當然阿偉會比我好 他還是會有一些 線上的普拉提課程 去做運動 那我覺得 這方面 我還是要 要做改善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那喜歡的朋友呢 可以按讚 轉發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愛攝影 愛設計的 IT男 Jason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Bye